我非常感谢邀请我演讲的主办单位 我已经累积3000多场 我目标要5000场 在43岁以前我是一个非常宅的人 我帮先生做生意 想到的只是我们家的事业的成败 莫名其妙的 这辈子口才那么差的人竟然我也可以变讲师 可是我慢慢的 不是慢慢的 很快的我就爱上了我现在这个工作 原因就是 我可以让那些家长不要再打小孩 我让那个聪明苦脸的人听了我的演讲笑话 另外一个就是演讲一定要跑出去 所以我这辈子去了很多 绝对没有想到我该去的地方 因为人家发通告在这边你就要去啊 然后这样子的状况让我常常旅行 我会坐飞机 我会坐船 我会坐火车 这个对我帮助太大了 我非常感谢演讲单位 最近一次我从南部上来 看到那个时间 24分 有志强号 我要买票 他们说没位置了 哎哟没有位置 我老人家又穿着西装壁体 然后又带着那个 反正就是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讲师那个样子 我觉得我站在那边不是很难看吗 然后就说那接下来一班呢 对不对 哦我说错了 24分是电链车 30分是志强号 我当然要买志强号 可是他说30分的志强号没有座位 那么电链车 我想说那个车子是上上下来 我坐的机率是比较高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坐电链车 OK我就坐上去了 可是后来证明我这个思考是不对的 我上了电链车 满满的人 我这样要站的 而且是一站一站的停 也就是说我的电链车 到达台北的时间会比志强号多 这为什么我没有当初想到 我一样会站 我为什么不站志强号 各位人生就是抉择 所以我的团队天天听我念经就是 抉择重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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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努力没有用啊 抉择才重要 所以我面对可能要站 我为什么要站电链车 时间长我应该站志强号 所以我第一站我就发现我错了 这是第一个错 结果不但错在哪里 好像到了树林还是哪一站 车子就停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等到 什么号什么号的志强号要过去 我们这边要等八分钟 真的是 全部人坐在那边等 等到做志强号的车票钱也没差多少 人家就呼啸而过 所以我已经是比别人长的时间 再加上八分钟 是不是更长吗 对不对 所以我是到后来 你两站的时候才有位置 说真的站的是蛮累的 所以呢 从我这个买火车票买错 的例子说给大家听 人生需要好好的沙盘演练 你要去想清楚这事情的成本 时间路线 OK 而且志强号是一站就到嘛 只停一个板桥 那么 同样要赌 我们要赌什么 我们要赌 比较快速的 我们要赌 比较有几率高的 这一次买火车票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 如果你很淡薄 如果你是含着金汤池出身 你不需要打拼 我当然也替你高兴 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要打拼的人 我建议你 要拼就拼比较高层次的东西 要做就做志强号 要赌有没有空位给我做 我们要做那个快 比较快速的 我想跟各位正在面临人生抉择的人说 你一定要思考过了在做抉择 然后你的抉择一定是要有会计成本 你的抉择一定要让自己接受高难度的挑战 因为一样的忍耐 一样的努力 一样的花钱 我们选的比较高 高档次的东西 是我们的成就也比较高 我相信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买火车票的这个经验 下次要买志强号